主持人生快樂大家好,我是主 你想要追劇、聊劇、懂劇山、冤枉一次達成嗎? 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我會用劇評解析帶給你更多情感上的知識 那最近呢,在Nephis上面 除了第一名的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以外 有一部美劇也崇尚了台灣的排行榜 那這部呢,其實在之前就有推薦我去看了 所以我就趁著這次第二季上檔 就一次把第一季跟第二季都看完了 這部呢,就是雨傘學院 那今天的影片呢,也一樣是閒聊情的 我沒有做特別的解析想課 大家聊聊這部劇而已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雨傘學院的故事 雨傘學院呢,就是在1989年呢 有一群婦女,他們在當天都沒有懷孕 但是突然間肚子就脹起來,並且生下一個孩子 而這些孩子呢,因為這樣特殊的經歷 有一個奇怪的爵士就決定收養了這樣的孩子 而他收集到了七位小嬰兒 然後他給他們的母親一筆很巨大的金額 並且他開立了雨傘學院 來教育這些孩子成為超級英雄 來拯救整個世界,阻止世界末日 如果你不想被爆雷,差不多這個地方就可以關掉了 但是我可以說我自己蠻推薦這部劇的 歐美劇給我的感覺是他們比起角色成長 他們更注重於整部劇給人的氛圍 所以他們在處理音樂、影像跟節奏感上面 都特別的帶感 就是讓你完全可以融入到這部影集當中 很舒服,你看的時候會覺得很開心 但是我要必須跟你說 主角們並不是這麼的討喜 不過我是不會討厭到想關掉這部影集 但有些人可能會 那接下來我就要深入的去聊一下這第一季跟第二季囉 故事開始呢 是從一個倒序的手法 讓大家先看到了 today 他們現在的模樣 而不是從我剛剛講的那個故事開頭 他們領養了七個孩子在那邊開始 而是這些孩子都長大了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種倒序的手法 因為你會發現有很多東西值得被揭開 然後你就會一步一步的看下去嘛 我覺得從他這個倒序的手法 就讓人覺得蠻有意思的 你會想知道這些孩子在這些年 為什麼過得不快樂 為什麼會變得像這個樣子 然後他們有些人真的是遭到跟垃圾一樣 你都會想知道 What? 你擁有了這麼好的能力 你卻變成一個垃圾? Why? 他們第一集的拍攝當中呢 有一首歌突然放下去之後 他們每個人都起舞了 超喜歡那個橋段的 那種感覺是 你跟這群人明明感情不好 但是還是有一個東西可以勾起你們的共同記憶 讓你們每個人都隨之起舞 我想這就代表說 這個家庭 雖然是破碎的 糟糕的 但是也不完全是不好的 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很美好的回憶在裡面 那接下來觀眾會看到就是那些不好之外的好部分 說實話 這裡面的每個角色都有 那麼一些難以讓人接受的缺陷 甚至會讓我覺得 你們表達不開心 痛苦的方式 就只有嗑藥跟喝酒嗎 我寧願他們多看一點月亮 第一季的時候就是 No.5 他真的是很固執的一個老人家 可是他又擁有了一個孩子的身體 他不相信自己的家人 但是又想拯救自己的家人 雖然說這些角色 並不是這麼的完全討喜 但是他也讓我覺得說 韓劇啊 他們很常呈現出來就是 每個人都很美好 可是每劇我常常看的時候 是感覺說 每個人都有一些 讓人難以忍受的惡習慣 或是不好的面相 就算他們再這麼的不好 再這麼的糟糕 再這麼的讓人令人討厭 可是他們的家人還是會接受他 還是會愛他 就像No.5 他明明這麼的討厭自己的家人 然後也不能夠忍受這些笨蛋 可是他還是想救他們 還是想讓他們遠離世界 還是不想看見他們死 我覺得他的 就是整個角色設定的背景 從他開始時間旅行 時間旅行磨掉了他的傲氣 發現他所渴望的東西 其實是家人的愛 所以他必須忍辱負重 忍受時間管理局 對他的那些控制 去殺掉那些他不想殺的人 但為了家人他願意忍受 直到回到了他們身邊 這個傢伙真的是非常的柯薄 對他的家人還是一樣的柯薄 但他還是想救他們 就是他不像是韓劇這麼 他不像是我們亞洲戲劇 那麼的溫情 可是你會覺得 好像反而是No.5 他對他的家人這麼的糟糕 才會突然出他想要救他家人的心 是多麼的珍貴 我覺得No.5在第一季跟第二季裡面 都算是蠻討喜的 除了他那個 有點讓人討厭的性格以外 我也必須說 Alan Gallauder他把No.5演得非常的好 一個這麼年輕的演員 他可以把老頭子那種固執惹人厭的特質 都演繹出來 真的是很討喜 對 如果說到喜歡的角色 當然也要聊到不喜歡的角色 那我最不喜歡的角色可能就是Diego 他那個煩人的英雄主義性格喔 真的會讓人想把他壓在牆上打 Diego呢感覺應該是一個可以控制空氣的孩子 就是他可以讓飛刀轉彎 就是控制氣流的感覺 因為他在第二季最後也有屏襲那些子彈 然後反彈回去 轉彎出去 轉彎出去 所以他應該是一個可以控制空氣的能力 我也不知道漫畫裡面怎麼寫 反正我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Diego雖然呢 可能沒有No.7那麼可憐 但是 堅持要救別人的心會讓人很厭煩 他就不能專心的救自己的家人 或是把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嗎 一直想要拯救別人的心啊 只是想證明自己的存在是職惡的 從第一季到第二季都還是這個樣子 第一季呢他就是竊聽警方的無線電 然後 試圖想去拯救別人 想要證明自己是正義的化身 就算是他的前女友都指出這個問題了 他都還是沒有去正視這個問題 到第二季他被他爹刺了一刀 然後他老爹對他講那些刻薄的話 也在他心裡桶上了一刀 也在他心裡桶上了一刀 所以呢我想到第三季 我們應該可以終於看到Diego的改變了 拜託不要再喝酒喝藥就好了 所以我有時候不是這麼喜歡看歐美劇 也是因為我覺得故事沒有被完成 不舒服 然後又要等下一期 真的是個漫長的等待 但也是一種享受啦 我也不能說一次要他出個50集 又不是拍錄劇對吧 那除了Diego跟No.5以外 應該也可以特別聊一下Venia Fania 再喝一個小凡好了 真的是 不適合講英文發音 小凡呢 他一開始都覺得自己是一個毫無用處的人 其實我覺得 他把他設定成可以控制聲波這件事情 也非常的有意思 他在小時候 被剝奪了說話或是存在的意義的權利 然後等到長大了之後 他控制了不住自己 終於等到他自己的能力重新再現的時候 他卻爆炸了 就很像是某種被壓抑的東西 他一直想說話 一直想說話 一直想說話 但就是沒有人聽他說話 所以壓抑到最後就爆炸的感覺 第一季 他就是一個超級無敵可言的狀態 沒有人重視他 雖然他們把他當作家人 但就是那種可有可無的存在 很讓人傷心耶 就是你從小都認為自己 應該是一個不凡的存在 但卻發現自己其實只是一個平凡人 但你卻被迫生活在一個 擁有特異能力的家族的家庭裡面 那個感受一定很不好啊 就是他會完全的突顯出自己的拙劣 自己的存在有多麼的令人感到抱歉 所以我想這真的對小凡來說 真的帶很大的陰影 說實話我覺得他每次 原諒他的家人對他的無理的時候 都覺得 哇塞你真的超偉大 他的EQ其實很好 他明明知道家人對他很不好 可是當他的家人來找他的時候 他也不會對他們惡言相向 他會在私底下抱怨他們 可是面對家人的時候 他還是會接受他們 無論他們是不是曾經對他惡言相向這件事情 我覺得哇塞的EQ真的很好 可是這也代表小凡其實 真的很珍惜他的家人 他也很渴望家人間能夠 好好的相處 對 那我想到的第二季 最最最最突出的人物 反而是Ban 其實我在第一季的時候就很喜歡Ban了 就Ban的身體可以伸出怪物的觸手 然後抓出別人 這一點其實是代表說他真的很強 這能力太過強 所以Ban不得不給他一個很致命的弱點 那就是他已經死了 我真的在第一季看到這部點的時候 就覺得Ban蠻厲害的 因為他為了不要讓其他角色被削弱 所以故意給太過強能力的角色 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但這也並沒有讓Ban的角色特質被刷掉 我在第一季的時候 就真的很喜歡他偶爾出現的感覺 然後到了第二季 他的存在感又更加強烈 然後他真的是所有角色當中 你會覺得他是最完美的那一個 很討喜 然後你會很希望他常常出現在你的畫面裡面 雖然他可能不會帶給劇情太過於多的推進 可是他的存在就讓人覺得不會冷心了 第二季的最後 我想大家應該最想聊的就是這個東西 第二季的最後變成麻雀學院 因為我真的不能接受麻雀這個糧吃 雨傘變成麻雀這個等級level 真的差距有點太大了 然後Ban的髮型 真的 我看有人網路聊天說很像周杰倫 我覺得蠻像的 第二季當中有一段是Ban坐在沙發上 然後看著空無藝人的房間 然後他的兄弟姐妹都剛走掉 他就說我真的很想念你們 他想念他那些兄弟姐妹 那段我都覺得Ban的戲真的是寫得最好的一個 可能是因為他死掉了 然後我就會打從心底的希望說Ban趕快復活 Ban趕快復活 只是沒想到第三季他回歸的方式會是這個樣子 我還蠻期待之後第三季的感覺 只是我會覺得第三季的Ban大概就會變得蠻不討喜的 蠻討厭的感覺 第一季其實可以說是角色成長非常的緩慢 然後他們都在最後一刻翻藍醒悟 到第二季我覺得有好一點點啊 不過第二季還蠻值得被討論的一點 應該就是他回到了1960年代 那個時候的種族問題還是非常的嚴重 應該說現在也是有 但是相較於那個時候已經好很多了 當Alison的丈夫知道美國在未來會出現第一位黑人總統的時候 我想他心中是真的非常的振奮 畢竟在那個年代黑人連要進去一個正常的餐廳 都可能會被歧視 然後公車可能要分前門跟後門上車 後面只能坐黑人 前面只能坐白人等等之類的 莫名其妙的種族歧視 把超級英雄們帶到一個他們可以去經歷的年代 讓觀眾順便看一看那個年代的問題 雨傘學院他給我最大的感覺是 很多人都想要成為不凡的存在 就是你十歲、十一歲、十二歲、十三歲、十四歲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嗯我要考班上第一名或是我要跑第一名 我要當個很優秀的孩子 但這件事情超級無敵男 然後連同這些超級英雄 連同這些擁有特異能力的人 他們都沒辦法讓自己的自我價值 建立在 我是獨一無二的 我是超級英雄 我是偉大的人物 我是偉大的存在 Venia 他就是為自己的存在感到抱歉的那種人 可是呢 也有像No.5那種 以為自己很厲害 以為自己所向匹敵的那種人也都有 可是就算他們站這麼自信、站這麼自卑 他們都還是需要家人 我覺得看雨傘學院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 其實他是在說服我們 要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跟平凡 還有跟垃圾一樣的生活 看韓劇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哇韓劇女主角怎麼那麼完美 看韓劇男主角的時候 也會覺得 哇怎麼那麼完美 我也想遇到這樣的男生 可是在看歐美劇的時候 都會讓我覺得 人生不覺得那樣嘛 招得像一團屎一樣 但還是有一些些美好的東西存在的 我覺得這是 看美劇的時候 給我最大的欣慰感啦 我們不一定要成為第一名、第二名 但是呢 自己心裡 會有那些獨一無二的存在 比如說像是家人啊 那些東西 每個人都一定會有那種 想要成為TOP的野心 因為想要證明自己的存在 是有意義的 但其實這樣子反而是沒有意義的 就算你真的成為了TOP 你內心還是空虛的 唯有擁有了家人 唯有擁有了愛 才可能真的延續自己的存在價值 好雞湯喔 好啦 但我還是必須說 我在看雨傘學院的時候 真的還蠻開心的 真的很開心 因為他們並不是把焦點 放在角色成長上面 而是把重點放在 整部影集給人的氛圍 我剛好說過 我很喜歡他們在第一集裡面 就是放了一首歌 然後每個人都開始起我的那個橋段 其實到第二季他們在美法院一起跳舞 唱歌的那段我也很喜歡 他們把一種生活態度 演繹出來的感覺 是會讓人覺得心知向往的 韓劇可能給人就是那種 那種愛情讓人心知向往 但是我在看美劇的時候也會覺得 嗯這種生活態度也讓人很 很喜歡很羨慕欣賞的 你們對他們的外星人老爸 有什麼樣的感想嗎 可以跟我分享 雖然他真的在各方面都表現得蠻混蛋 但偶爾這部劇還是會透露出 他有那麼一丁點的好很煩耶 就是整部劇你都會覺得這些人 根本都很糟糕 可是當他們展現出一點點好 你就會覺得 哇好棒喔 至少他不是個全藍的混蛋 真的很煩耶 好啦今天雨傘學院的分享 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歡迎大家跟我分享你們的感想囉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歡迎大家追蹤我的IG 不定時會在IG上更新 語錄、解析和戲劇感想的分享 希望能常常和大家有更多的互動 另外在Apple Pockets SoulOn Spotify Boostory Google播客 搜尋聚光燈或左鱗 都可以找到我的Pockets喔 上面會和大家先談各種戲劇的話題 也歡迎大家私訊我你想要聽的主題囉 I heard you want to leave this place But we grew up this whole time Let's put it all behind Remember you and I would always find somewhere to hide одар exploration 感谢观看